民進黨南島館長選領創委會結合到在地的社會書 推出一系列充滿社會感到的競選不同的秀物 並且在今天正式來發表 獨立環保背後南島新規的第一以及大作 也還有一年印度官民生涯的衣服 並且提出五種不同的方案 電視與伊翁不同的特別創意 南投要改變 青年站出來 配合到南島在地青年社會書的創意 南島館長選領創委會推出一系列列 不同的社會要跟民眾分享 不管是南投新生梯 結合進行的Q版所替代 還是用甘蔗普所做的環保背 都相當有創意 大家喝到甘蔗汁之後剩下的這些渣 被我們取之再利用 做成這些環保背 你到不論是全家Seven 各個連鎖的店家 你去用購買他們的飲料 你都可以獲得五元的回饋金 南投設計師之後 算是今年才發起了一個 全南投設計師的一個小句 所以我們就發起一個線上的一個意見 意見的問卷 這上面這個南投新生梯上面 其實我們用了非常多的字體 然後去設計讓它看起來比較均衡好看 那每個字體其實代表了不同的南投人的新生 插換裡面結合它的十大政見 然後跟我們的十三象徵的一些特色農特產品 去做一個結合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這樣子一個呈現可以就是 讓小孩子連小孩子都願意去了解的政策 結合少年人的瞬間 隨著每個年齡的年齡的願望 創白費希望在未來可以為年齡做出改變 希望做到這些不同的生活 讓在地青年一個發揮的空間 並會愉快給所有支持他的面穿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謝年輕的設計師 在這個互動的過程中 他們把他們的想法凸顯出來 所以我們有聽到個人 每個人南投新生的T恤 那當然我們也有展現南投農產品 不管是筍子啦 那個梅子啦 香菇啦 或者是草屯的這個栗子南瓜啊 的這個提帶設計跟扇子設計 在這些做事之外 我們看到各地的青年的力量 他來自於設計師 他來自於農民 他來自於這個工業設計 然後來自於小商家 那我覺得這所有的一切都要擰聚在一起 所以南投要改變青年站出來 創白費希望做到不同社會的介紹 來表達他的冠心 並來漏洩的集團進化 如果太幸福的民眾 可以掃描QR Code 來和創白費支持 記者李維丁請報道